嗯 你们有五个 但是我只有一个怎么应付啊 没关系 你先自伙我 他们跟着上 对 对 对 喂 你们别争了 我还有四个姐妹在等着呢 喂 你们出来啊 哈哈哈哈 本片由蓝奶才导演 叶子梅 龚腾桐 文素 顺利文竹叶 与本女星的加入 更是让本片活色生香 该片讲述千年灵活素素 二美花花和三美妃妃即将修成正果 并已脱离处类之身 助紧人间 三姐妹遇上穷秀才无名 更先后与她发生关系 几料无事武通神魔的化身 赖西女精养生 不久三女破宫见现 狐狸特性 指得悬崖了马联手 抵抗诱惑 后的老道士支柱 方才消灭一魔 本片是香港同类片中 暴露最大胆的开山之祖 也是童年女神叶子梅 首播大尺度电影 描述正身修行与欲望的 矛盾特别细面 把肉身看作男女绝力的战场 虽数借力发挥 但还是反映了一定道理 接下来就让北七 带你一起走进这部电影 依次出场的是大姐素素 二见花花 三位飞飞 三人在人间游玩 娇滴滴的飞飞正在客栈喝茶 俩混混见飞飞孤身一人 便出言调戏 更是对飞飞的身材垂涎三尺 厚言无耻的说道 自己刚买的两个大肉包不嫁 是不是被她藏在了胸前 随后开始动手动脚 却不想被看似柔弱的飞飞 三拳两腿便打敌哭爹喊娘 原来飞飞根本不是凡人 三姐妹正式修炼千年的灵魂 这边混混两人吃了别开始摇人 光天化日两个壮汉居然被小女子欺负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令吗 什么 两个大男人居然应付不了个女的 该打 老大 那个女的功夫真的很厉害 胡说 难道她是三头绿臂 绿宝宝红眼睛 还有老大 她的胸部好像茶壶那么大的 真的 大哥一听有娇滴滴的小娘子 立马来了精神 随后几人一路寻找 却遇见了二姐花花 总算发现了女人的踪迹 混混们一拥而上 看到面目猙獰猴急猴急的几人 花花丝毫不慌 一顿惠然老大浴火焚身 我那妹妹一向不识大体 也不喜欢男人的 不像我这样 什么人都可以交朋友的 真的吗 那我 哎呦 你高大英俊 又是他们的龙头大哥 小妹求之不得呢 那好精啊 现在就来 慢着 怎么了 你想别逛 随后小手一挥 便叫来四个姐妹住诊 混混们见状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各自寻找自己的真爱 可片刻后 受性大发的几人发现 刚才还是美艳的女子 转眼就变成了 干枯生去的死尸 而大哥怀里的花花 变成了得了便宜 非常得意哈哈大笑的阿婆 几个混混背下的屁股尿流落黄而逃 他们都跑了 想不到 搬来这里修正 出来散散心 就碰到这么多事 记得回去不能告诉大姐 她一定会挂我们招摇的 知道了 大姐到哪去了 不多久大姐素素来到市集闲逛 见到眼前寺庙香火鼎盛 而且前来上香的都是女人 疑问之下才知道 这是专制不孕不孕 并且精通男女知道的武通神庙 素素好奇地走进庙里 看着武通神有能有角的五个面孔 可突然其中的一个面孔 变成了一个英俊少年的模样 素素惊慌失措的同时 竟然也动了烦心 有了邪念 至此埋下火根 归途中偶遇一人有老道 老道自称法后乱来 说到素素最近有大兄 知道要多加小心 素素见老道神神癫癫不欲搭拈 奈何老道却挡在路中 又告诫说此次 他在武通神殿前动了御念 必将大祸临头 道长劝解物坠情网 否则道行尽赞 随即老道揭穿了素素的真实身份 你是千年灵虎 披毛挂脚 经过很多年才修成灵体 这次你在魔神面前动了御念 必然大祸临头 正所谓祸父无门 为人自招 你要击倒回头 被揭露了隐私 素素恼羞成怒 并对老道是出手 可两个回合下来 根本占不到便宜 老道不愿与其纠缠 便留下地址飞走了 素素对两位妹妹说道 再过四九之妻 并可退去皮毛修成正果 但他们也将面临 最后也是最难的考验 那就是要时刻注意 心中这么深迈之怪 补出意外三人修炼的时候 心中一念横飞各自幻想 花花心中偏偏公子疯狂求爱 飞飞心中披荆代甲的 白马王子飞驰而来 情欲的种子在姐妹三人心中 挥之不去肆意增长 这也是背后的吕祖乡 突然掉落世界 三人也在幻境中惊醒 夜里素素在神像前跪拜忏悔 到了第二天素素出门时 看到一个书生 被几个山贼追伤 便出手将其救下 随后唤醒由于惊吓昏迷过去的书生 就这样素素亲自护送书生回到门屋 却不知穷书生竟然是专门吸食女性惊严的恶魔 大姐上击 落魄熟生吴明一晚遇到了狐仙三姐妹 大姐素素从山贼手里救下吴明后 见其脚受伤 便一路将其扶回家中 还用法术将吴明的房子整理得井井有条 此后的几日素素更是每天与吴明相会 这天素素换上新衣服出门 三妹飞飞对大姐的异常行为感到好奇 于是便偷偷跟着来到了吴明家 看着姐姐出门 飞飞溜进屋内 并偷看正在洗澡的吴明 吴明发现后对飞飞一顿说脚 飞飞受了委屈回来诉苦 二姐听说后 举剑就杀想吴明家里 她以为吴明是个浪荡书生 所以对她挥剑看剧 躲闪的吴明用水泼了花花一身 追赶间花花一个不小心 直接滑倒在吴明的怀里 此情此景二人就地一番大战 其尺度之大只能北七在这里含泪替你们欣赏了 由于这里的剧情一点都不精彩 我们直接略广 回到家后的花花 谎称将吴明整得半死 飞飞心地善良 便找了个机会 独自一人来到了吴明的住处 看到吴明满身伤痕 心想二姐是真的变态 心善的她便为吴明清理伤口 过程中飞飞也莫名地沦陷 突然关上窗户褪去衣裳 看来这书生是真的不简单啊 于是不好看的剧情二次上演 第二天素素像往常一样来看望书生 并帮她整理房间 就在收拾床单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簪子 心中怨气顿生 怀疑她有别的女人 吴明健壮谎称发簪是母亲留下的 素素见她不肯说实话 扭头准备离开 眼见如此 吴明承认了和她两个妹妹都发生过关系 眼见心爱的男人 竟然做出这种事 还是和自己的妹妹 生气地将其推倒在地 吴明这时掏出她那三十年没洗过的香港脚 眼神抠脚大汗 素素顿时觉这个味道有点上头 急火攻心晕了过去 吴明赶忙将其抱到床上 并说到自己从来没有对他们动过歪念 是他们主动送上门的 素素听后也沦下了 选择原谅了她 随后画面一转一眼不合就开始脱衣服 不好看的剧情再次上演 果然自古斯文多败类 父亲多是读书人 二天三姐妹在一起合周 气氛显得尤为尴尬 自觉有客的二人一转身离去 却被大姐叫中 并追问无名仪式 眼看无法隐瞒 然互相坦白 姐姐 对不起 我 我抢了你的男人 姐姐 对不起 我也抢了你的男人 姐姐 你呢 我也抢了你们的男人 无名 我这不是来了吗 说无名无名道 三姐妹顿时画干戈为玉博喜笑眼开 一起扑进了无名的怀里 这一幕可把北七给羡慕坏了 此后的一段日子 四人整日嬉起玩意 玩起了多人运动 可不久后引起了隔壁王大嫂的不满 真是是风日下了 你们也不想想看 三个黄花闺女 留个大男人在家里成何体统啊 哎呦 王大嫂 我们交个男朋友 关你什么事啊 那当然不关我的事了 可是你们整天嘻嘻哈哈 哼哼嘻嘻 实在不像话 你们不知羞耻是你们的事 你们知不知道这会影响别人 你们也不能妨碍灵气啊 现在被你们害的 我当家里也不正经了 住宿不愿横生是非 王大嫂的话也让三姐妹意识到 自己沉迷男女之情违背了自己的出现 然而这一切都被暗处的无名听了去 到了晚上 无名拿出波罗削了架 一刀一刀如同削在女人身上 隔壁王大嫂也如同刀割一般的疼痛 当波罗皮笑完后 女人也命丧黄泉 原来无名可不是什么善类 她正是之前速速在庙里见到的武通神魔 因为之前速速动了欲念 武通神便幻化成书生迷幻三姐妹 与她们玩耍就是为了吸取她们的惊怨 与此同时早晨醒来的肥肥胸前突然显出皮毛 姐妹三人尽现活力特征将显原形 大姐一番分析 知道无名并非凡人 是她耗了三人的功力 导致三人退化 长期没有得到年轻女性的滋补 变得面色如鬼形江枯木 只见她摘下了两片荷叶略微施法 很快叶子就变成了一只蝴蝶 不多久蝴蝶飞到了河边 并很快迷住了一个正在洗衣服的良家妇女 女人被蝴蝶迷惑一路来到了无名住处 无名这是再一次施法 让女人变成了自己的傀儡 宫其享乐 与此同时 狐妖三姐妹也来到了无名住处 却发现无名显出原形 这时无名已经走火入魔 利用邪术来吸取女人的原神 最后原形毕露变成了三头魔鬼 三姐妹自知此事已经无法与无名对抗 于是赶紧找之前的道士帮忙 想和老道寻求避祸之法 此来是想恳求道长拔刀相助 你心谋未处 怎么能够对付普通呢 白叔叔 白骨无情 无也无情 到了生死关头 你居然举其不定 请道长指点 频道赠给你的只有八个字 就是以法治法 比魔取魔 所谓魔有法先有数 你没有留书给他的 速速听君一席话 圣死一席话 回家的三姐妹开始摆起了阵法 几人先是用面团做出了一个人偶 又在上面写上了武通神的名字 接着用灵符贴在人偶的身上 林一边的吴明感觉胸前一闷 接着又用无悔之物 朝着小人头上交去 林一边的吴明突然收到感应 随后三姐妹对着人偶使出了弹指神功 一顿弹弹弹弹走于尾文 整套流程走完吴明变得蹊跷流血 疼得满地打滚 但是武通神毕竟法力高强 只见他缓缓起身 然后开起了狂暴模式 顿时乌云密布 电扇雷鸣 魔神也势必要找三姐妹报仇 一阵黑风吹过 武通神来到三姐妹面前 姐妹三人齐心协力 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此时的他已经现出了原型 头上长着五个脑袋 看起来恐怖无比 三姐妹不想坐以待逼 眼看物理攻击没用 三人又使出法术攻击 可随着一阵白烟过后 魔神又变成了吴明的模样 迷惑住了三姐妹 就这样不好看的剧情 再再再一次上演 可就在北七看的殆尽时 老道突然就杀了过来 并口出狂言 那年我双手插斗 不知道什么叫对手 吴明见状再次开起狂暴模式 这一声爆炸五通神 就这样领了盒饭 果然道士一出手 就已经是这个分段的吉祥了